今天我们特别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年年首座花衣坊的负责人 年鱼方年年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哈啰 年年你好 前面我想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 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 接触到我们这些永生花的花艺 进而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品牌 我起初是在医院上班的护理师 我是从毕业一直到现在到今年才离职 这样长达了大概10年 然后从加护病房一直到近几年的 就到那个麻醉壳 麻醉壳大概大概6年 那其实算是都是高压性的环境 那我们常常就是接触了病人家属 还有医生的一些压力 然后除此之外布戴安只是照顾病人 然后也有做一些文书方面 然后也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好 就是可能准时下班 然后薪水又那么高 是常常都是这样子 文业班 然后可能超时 是可能就是加班之类的 对对 然后就长期这样的压力之下 我就觉得应该要好好抒压一下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手做的课程 ok 然后从最初是到烘焙 接触了烘焙 然后觉得可以做 因为我自习喜欢做吃 喜欢吃甜点啊那些 所以去做一些甜点课程 上一些甜点课程 是然后做一些甜点 然后跟大家跟朋友啊同事分享 对 然后他们也很喜欢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动力来源 然后就觉得很像很有趣 然后就这样也持续的大概五年左右 然后后来才接触了花艺 因为我其实在这之前都有在做一些那个鲜花 就自己在家里玩啊 是自己玩一些亮干燥花之类的 然后是这近几年永生花慢慢其实慢慢盛行起来 其实在最早之前其实永生花一直都在 只是大家都被就是被鲜花干燥花 可能没有那么普及化的认识这样子 ok 然后就接触永生花就发现 花其实可以很漂亮 然后它可以疗愈自己 然后又可以疗愈别人 然后就接触了这一块 然后一直在想说 它是不是不单单只是个摆饰 然后可以跟生活啊 日常啊做一些结合啊 所以把它跟一些那个什么 像是蓝牙音响还有灯饰 把它结合在生活当中 是日常里 ok 所以把它变成有功能性的 ok 其实原先是在这个从求学啊 然后到毕业工作的时候 其实都是跟护理背景相关 然后其实也都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压力 所以其实假日才会去寻求一些手作的课程 然后就说不知手作手作 然后其实做出一番的一个兴趣 然后后来接触到华裔 然后进了创立自己的品牌 ok 那在呃创业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其实真正创立到现在 其实也三年的嘛 那创业的一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困难艰辛 或者是说特别印象深刻的事 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 你叫困难接近 因为其实创业这条路 其实最大的就是钱的这比较困难 对 你要其实真的要存很多很多的钱 你要把副业变成主业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因为它是不固定的 对 它是不是稳定的收入 所以变成是你需要很大笔的钱 来支持 对 对 他才有办法一直生产一直生产 不然商品可能就永远都是这些几样而已 然后就比较可能大家觉得 怎么没有那么创新 永远都看到这几个 所以变成是你资金其实要真的要很够 OK 对 所以其实要存很多钱 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变成说可能比较艰辛的部分 会觉得是金钱上的一些应用的部分 就会比较困难这样子 OK 那我这边也想请你年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你觉得我们公司的这个手作的这个品牌 最想要传递给我们客人怎么样的感受体验 以及你自己本身就是当初创业的一个初心 以及你想要为这个品牌建立怎么样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呢 而且我创立这个品牌 我不单单只是希望它可以疗愈到我自己 是 那我也希望把可以疗愈到别人把这份温暖 给别人带来温暖跟有力量的 就是当他们收到我的商品的时候 因为起初我是会把我一些做的一些商品 送给我朋友啊我的家人啊 然后他们觉得哇很漂亮 就是看起来是很有温度的 不单单只是一个摆饰而已 对对 然后也可以疗愈用眼睛疗愈 也可以用耳朵疗愈 OK 就是身心灵方面都有疗愈到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在聊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你年他想要传递 其实是把永神花跟生活去合而为一嘛 然后去把永神花点缀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 一些白饰 其实让这些永神花可以成为 其实有功能性 或者是居家的一些美学美感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呈现 那因为刚好有帮我很用心带来几样的作品 我也想请你年年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刚好提到就是说耳朵的部分 所以是他也是蓝牙的工人 对这个也是蓝牙 哦是 我可以播给你 好啊好啊 他是有结合就是 开机很特别 他开机是用这个 嗯是 搬动然后他旋转了这个声音就是开机了 OK就有连接上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播YouTube 然后KK80多个是就 嗯 真的是用永神花去结合我们的蓝牙 然后其实让我们生活上都有一些美感 然后去疗愈我们的身心力 其他的大小声很特别 他不是只是用手机去调整 他的大小声可以用这个去调 哇很棒耶是 对这个可以去调大小声 然后他也可以连接SD卡 然后变成是你可以录音 然后放进去用播放 是 那其他旁边的这个产品也是吗 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其他这边的话这个是三段灯 他就是台灯 他是可以蓄电的 那有三段是有白光黄光跟自然光 那他的那个灯的强度是可以调整的 OK 然后再来是这个也是蓝牙音响 那也有人把他当夜灯使用 他如果他可以也是连接手机的蓝牙音 可以听音乐可以用YouTube播放 或者KK80播放 那播放过程中可以不见得有灯要一直开着 可以这样关掉 或者是轻轻按一下打开也可以 对那我旁边右手左手边这个是赤膚 赤膚针刺 他也是结合于蓝牙 因为很多商品其实都是跟蓝牙有关 因为就是想要耳朵也疗愈 就是心灵方面去疗愈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结合蓝牙音响 OK除了这些蓝牙的商品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扩香的部分吗 对 OK 像扩香的部分 我是用那个索拉花 我今天没有带来 OK 我是把它做成扩香盆 然后你可以点精油香水或香液 就是可以放在家里啊 或者是办公室啊 是会有那种香氛 嗅觉上的表演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些 他想你想要呈现出我们所有的感受 其实都是跟美有关 而且其实是可以放松我们心意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会一直呈现出微笑 然后带满着满满的一个喜悦的氛围 OK 对那这边我也想请 妮妮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你创业到现在就是三年多的时间 或者是说在前期我们炒创期的时候 其实主业算是护理师 那也有鞋杠做这些就是花艺的研究 自己去上一些课程啊 那累积了一些不少的客源啊 然后有没有什么是顾客给你的一些意见回馈 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像最初客人就跟我讲说蓝牙影响的部分 因为最初的第一个商品是他 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一开始我是没有保固的 那觉得说这个玻璃钟如果破掉了 或是底座破掉了呢 然后还有灯啊 灯串啊这种LED灯难不难用啊什么的 那我们都没有做保固 可是后来我想一想 如果当我是客人的话 那如果我收到这个商品 我他其实用两三天就没有就会坏掉之类的 那这样不就造成损失搭配吗 也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换位思考的部分 所以我就觉得他要来做商品保固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大部分结合蓝牙的商品我都有做保固 就是非人为因素会有七天的保固 是是是了解 所以平常我们年是有在这个市集这边去做摆设的部分吗 对除了市集啊 还有一些进驻店家的部分 像是在苗栗盛行365 还有竹南水有泥 还有那个新竹金平城 然后跟桃圆唱世界 所以是后续有跟一些就是店家合作 然后去摆设我们的商品 OK 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累积的就是忠实的老顾客吗 因为其实刚刚连连有分享 就是说其实顾客一开始 就是有很喜欢我们家的蓝牙结合永生花 就一次就是 对不对 有购买比较多的这个 就是像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在台北东区那时候摆市集的时候 认识到一个魏大哥 那他就觉得这项商品很特别 然后我就当场就做示范 就听音乐给他听音乐音质那些 然后他又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一次买了三个 然后今年因为我去台北就是时间没有那么多 然后变成今年再去一次 他又来又来 然后又问我说 那这个价格跟去年是一样的吗 然后我就说是一样的 然后他就说那他还要再买 所以他又带走了三个 OK 他一直觉得说我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真的很喜欢 然后他带回去 去年带回去他家也很喜欢 是 因为对 因为其实年年从带来到这一刻 其实我们都感受到 就是你的产品每一个都有注入 你自己想要呈现给他的一些温度 然后每个产品呈现出来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故事的部分 好 那这边我也想请教年年 就是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 当初你在这个想要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的家人是 因为其实护理是真的就是 虽然说大家会觉得很稳定 但是其实我知道很高压 那家人当初听到你要创业 有没有抱着的比如说支持还是反对的声音 他们其实是反对的 OK 他们觉得说护理师这个一方面职称好听 然后也先随便稳定 然后又你只是个辛苦的轮来办而已 然后你为什么就是要放弃了这份工作 然后来一个完全不稳定 然后就是你有一餐没一餐的那种生活 对 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然后是因为这因为今年比较多时间 今年离职了之后比较多时间去投注在这个花 然后让这个品牌慢慢去扩大 然后让大家看到 因为今年才进入了新竹精品城 跟那个桃源创事件 然后还有参加了苗栗县政府举办的那个 苗栗青草牛 就是让青年的品牌啊 就一些职能品牌去曝光 是是 还有就是有时间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大家也 我家人会就是逐渐看到了 然后也比较认可 OK就慢慢的支持我们这样子 好的 那在这边我也想请请教点 就是你想要未来带着我们的这个 守住花衣房这个品牌 有怎么样的一个定位跟短中长期的计划呢 起初初期的话 我就是以自己啊 还有那个进住店家 是 然后一直到进住店家之后 开始让自己的品牌 从不单只是在苗栗而已 我希望把这个品牌带出苗栗 让大家看到苗栗原来也有这项永生花的 就是一个温怎么讲 苗栗的特色 因为永生花代表着苗栗的淳朴 淳朴而不识流传的一些文化 我希望是把这些东西带出去 是 然后让大家看到 然后当然最终会希望自己有一家店面 OK 这就是我们目前想要对我们这样子一个 品牌上的一些定位跟规划这样子 OK 那这边也想请教就是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年轻人啊 他也想创业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艺术啊 花坊的这条创业的道路上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 建议就是要想很深思 要深思 要想很仔细 是 因为创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一条路 因为起初你要从零 你可以慢慢到慢慢逐渐有东西 对你真的要想很久 然后也要很 也要家人当然要支持 我觉得是最大动力 如果当家人没有支持的话 你在做这个 你会觉得说 这会在迟疑自己到底是对还是错 你有可能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是 所以在做的时候 除了家人支持外 然后你的坚持 也要一定要坚持下去 OK 才会有所一些成绩出来 我觉得 变成说其实家人的支持 也是让我们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有支持下去的动力 然后一直想要把更好的作品 呈现给这个 所有的受众跟消费者 OK 那最后想请教你 就是说 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 最感谢的一个人 然后想要对他讲的一两句话 我最感谢是我的先生 我先生从这样一路 一路以来这样子陪着我 然后不管就是很支持我去做任何事情 然后陪着我带我去跑市集 然后带着我进货 或者是一些补货什么的 还有一些面交也是他带着我去 OK 是 就从头到尾都是他陪着我 他带领着我 然后遇到问题也是他帮我解决 就帮我想办法一起讨论一起解决 我觉得他是我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生 不光只是人生的伴侣 也是一个伴侣 而且就是支持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支柱 对不对 等于说好像就是我们都可以遇到困难 都不用去担心 对他就会帮你想办法解决 就好像一个后盾在 嗯我觉得很棒 OK 那因为其实在今天就是邀请到年年他来分享 说其实感受到年年他在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作品上 其实是觉得是有温暖 然后有力量的一个部分 是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力量传递给所有 就是收到这样子礼品的一些消费者的受众的手里 这样子 嗯 那再次的感谢可以邀请到我们年年手作花艺坊的负责人 林玉芳年年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年年 谢谢 谢谢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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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